国民党总统会军人韩国瑜 身旁的维安人员 最近也成了话题焦点 比韩国瑜还要强版面 强镜头 像是特勤吴彦祖林振宏 因为他的身材非常的高挑 外形又酷似港星吴彦祖 拥有了不少的粉丝 另外还有几位同样也是有明星脸 像是长得像是艺人 阮金天还有林又威 而这些年轻优秀的特勤人员 身手相当的矫健 反应也是很敏捷 日前韩国瑜出席造势活动 台上人员挥舞旗帜的时候 旗子差点不小心打到了韩国瑜 那么旁边的随护一个箭步冲上前 抓住旗子就是避免韩国瑜受伤 眼观四面 而听八方造势场合上 围安特勤团团围住韩国瑜 确保人身安全 身边的这一位最近超夯 被称为特勤吴彦祖 34岁的林振宏身高180公分 是保六总队第一警官队 警阶为两线一星 俊俏外形 身似港星吴彦祖 走到哪都是美光灯焦点 不少女性都为之疯狂 难的机会跟特勤吴彦祖同框 高雄市议员邱于轩在韩国瑜受访时 不断指挥助理赶快拍照 拍完之后露出满意笑容 不过明星脸还有这些人 同样贴身跟着韩国瑜 28岁的刘静元 国防大学管院102年班 梅雨之间的忧郁气质 酷似艺人阮金天 而这一位叫做徐嘉明 保六总队第一警官队 长相斯文被称为特勤林有威 韩国瑜身边的特勤三帅 执行勤务无时无刻 始终表情保持严肃 不管什么场合都面不改色 展现超高专业 受计时旗帜猛力辉 差点挥到韩国瑜身旁的座官 王文杰一个剑步向前 伸手矫健的抓住棋子 避免韩国瑜被刺伤 不解韩国瑜蔡总统的维安团队 同样时时刻刻保持警戒 解决国道 解决国道 国道受费自救会成员 冲上前向总统陈琴 还朝总统丢职衣服 只差那么一公尺就K中 特勤马上挡住 并将女子带离现场 选战最后阶段 这些特勤人员 虽然高颜值受到关注 但保护候选人安全 封井神经 注意突发状况 内心压力可是不小 记者萧萍萧 台北报道